当别人骂你 或者是对你出言不善 对你得口 通常我们一听到的反应就是 非常不悦 很难过 比较软弱的是难过 比较强势的是想要反击回去 别人骂你一声就骂他十声 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子 你们会忍受不住 会受不了 但是佛陀 希不希望我们 在修行路这条路上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就骂回去呢 佛陀好像不是这样子来教我们的 如果 你在修行路上 始终保持这副德性 没有进步 怎么样才算有进步呢 可能就是要慢慢改进 不要人家骂你 你就马上缓口 不要人家骂你 你就很伤心难过 真正能够克制住自己的 那才是圣者 才是勇者 那我们来看佛陀 怎么来讲的 有一次佛陀住在社会国 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 叫做阿修罗 这个阿修罗不是神 是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印度 印度人他们在命名的时候 有时候都用天神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种情况很常见 那有一个年轻人 叫阿修罗 他来到佛的地方 在佛的面前怎么样呢 讲出非常粗恶 而且不善的话 你想想看 以我们佛教徒来讲 怎么敢在佛陀面前 讲这种话呢 不敢的 可是啊 这一个年少的阿修罗 却如此大胆 骂了佛陀之后呢 这个时候 他想要看看佛陀的反应 是什么样的反应 可是佛陀却这样子的 来讲他 佛陀说啊 不怒胜称慧 不善以善负 佛陀说 你不怒 你不会生气 那才是真正 胜出称恨心的人 换句话说 两个人啊 一个是 喜欢 称称心的 喜欢 发怒的 一个是 不发怒的 这两个人 比起来 谁 比较厉害啊 不怒的人 真的比较厉害 为什么 生气 比较容易 你有没有 就修行的角度来讲 人的本性是什么 如果你生气的话 那很容易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很容易生气 可是要不生气 这个必须透过种种的克制 与羞耻的功夫 修养 他才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种 不怒啊 不怒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今天你如果可以不怒 赞叹 一击报 这样是胜过诚恨心 而总是出不善语的人 我们怎么对他 你不要跟着讲不善语 人家骂你 你不要跟着骂人家 人家讲三字经 你不要跟着人家讲三字经 当别人对你不善说 你要怎么办 以善法来调伏对方 别人对你再怎么恶口 讲出再怎么难听的话 你全部是讲好听的话 回过去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真的是不得了 别人怎么讲你骂你 你总是以好话回答他 你看这多伟大 这个经济很高 再来 会是浮千滩 别人啊 讲坏话 出恶口 并且很吝啬 一毛不拔 你不学他这一套 你是怎么样 一个很慷慨的人 只要你手中有一块面包 发现人家有需要 给他一半 我吃一半就够了 我一半分给别人 慷慨 并且乐善好识 看到别人有需要 乐善好识 这样子的人啊 哎呀 能够调伏那一些 很吝啬 很贪爱的人 真言坏妄语 整个世界的人啊 都在讲谎话 尤其是大人的世界 小孩世界 至少还有大人教他 不可以说谎话 在大人的世界里头呢 谁教大人啊 每个都是大人 谁听谁的 每个都在讲谎话 怎么样才可以破坏 可能会受伤 可能会受伤 可能别人啊 会对我们不利 没关系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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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方便讲 这是个人私事 这样子有没有讲谎话 也没有讲谎话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应对进退 所以各位以后就是用这样子来取代谎话了 不要再讲谎话 再来 不骂亦不虐 常住贤圣心 什么是常住贤人的心与圣人的心 我们修行今天要做什么 经常追逼圣贤 经常希望自己能够住于贤人与圣人的心中 什么是贤圣的心 就是不骂别人 也不虐待别人 那就是圣贤人 你能够想象佛陀经常骂人吗 你能够想象 佛菩萨 慈悲的菩萨骂人吗 你能够想象 这个正德解脱 不再来轮回的阿鲁汉 他会虐待别人吗 你会发现佛菩萨阿鲁汉 不会骂人 也不会虐待别人 这才是贤圣心 恶人 这个恶人 这个恶人 称恨 不动 如三十 什么是一个坏蛋 一个恶人呢 所谓的恶人呢 就是啊 他 经常 住于称恨心中 而且啊 住在这种称恨心中啊 如如不动 我们啊 佛菩萨他是什么 住于慈悲心中 对于任何境界 如如不动 那坏蛋是怎么样 住于称恨心中啊 对于任何境界 如如不动 所以他是以称恨心 如如不动的 跟佛菩萨刚好相反 起称慧能辞 圣志狂马车 如果今天你 起了称恨心的时候 可以将 将这个称恨心 控制下来 那么 你就是一个 善于驾驭自己心的人 这种善于 驾驭自己心的人呢 远超过 那些啊 可以将马 驾得很好的人 你能够将 把马车驾得很好 那多的是啊 只要啊 去学一下这个 这个骑马 你学一下骑马 学一学就会起了 这种人多的是 可是啊 要学会 制服自己的心 驾驭自己的心 不容易啊 所以这边他就是 这样子来回答 我说善于是非比赦神者 佛陀说啊 佛陀讲 我所说的善于调服 对不起 我所说的善于啊 驾马车的人 所会啊 能够好好驾驭的人啊 并不是拿着神 那驾马车的那种马夫 而是啊 能够好好调服自己心的人 这才是我所说的善于事 不是忏悔以时 阿修罗问佛所说欢喜 随喜坐离了去 哎呀 这个时候啊 这个 阿修罗这个年少的人啊 听了佛陀所说的话 非常的忏悔 所以啊 向佛陀 这个行了大礼之后 就欢喜的离开了 所以这一经啊 是佛陀所说的 教我们在面对别人骂你的时候 怎么来处理 事实上除了这种方式啊 还有其他的方式 在陆菩萨行入里面 吉天菩萨他用这个 这个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来教大家 怎么来 修忍入波罗蜜 所以 以下所要讲的是 忍入三部曲 星际大战有星际三部曲 现在我告诉大家 忍入有忍入三部曲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三部 好 当我们 于过去的时候 怎么来修忍入呢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要修忍入 怎么修呢 当 别人骂你的时候 首先你要思维 过去世的时候 我曾经先伤害对方在先 所以 现在别人 只是因果循环 在伤害我 我中了不好的因 现在尝到不好的果报 该得的 应该的 有什么好生气 有什么好沮丧 忧悲恼苦的 不应该 理所当然 这也是达摩祖师二路事行里头 那个二路是礼路与行路 行路其中有事行 事行的其中一个叫做抱怨行 抱怨行就是经常思维 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些不合理痛苦的事情 你要思维 我是在还债 我这一辈子在还过去世的债 过去世造了很多的恶业 这些恶业今世成熟 所以我过得很不如意 我必须心然接受 当你心然接受之时 你就不痛苦了 你就可以非常正向的思维 并且接受当下 抱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是合理的情况 抱怨行或者是 这个极天菩萨所讲的 忍入三部曲的过去是这一个 这道理 这两个都是相通的 再来 怎么修现在是这部曲呢 现在是就是当下 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无非从两方面来伤害你 第一 就是用肢体 用暴力伤害你 第二 用语言 用讲话来伤害你 无非从这两方面伤害你 对吧 好 首先来解释 肢体暴力的部分 当别人拿棍子 拿石头 或者是握拳打理的时候 你要开始去思维 他拿棍子打我 我是不是应该对这根棍子 是棍子让我痛的 我应该对棍子生气 可是你马上会发现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会对棍子生气呢 非常可笑 所以首先这一关就不通过了 你就不应该对棍子生气 你说 我不应该对棍子生气 但是呢 拿棍子的这个人 他心里面的动机 他称恨心 因为他的称恨心 使他拿棍子来打我 我应该生气他的称恨心 生气对方的称恨心 该这样子吗 好 你去把打你的那个人 内心的称恨心 把它找出来 呈现给我看 或者呈现给其他人看 看你能不能呈现出对方的称恨心出来 你去找找看 把对方的称恨心拿出来 你会发现所谓的称恨心 也不是对方的心脏 你如果说如果说是心脏 你还可以报仇 你可以把对方的心给挖出来 以泄心头之恨 而实际上 所谓对方的称恨心 是不是在他心脏 不是啊 不是这样子 甚至啊 你从对方的头 胸腔腔腔腔 臀部大腿小腿 乃至于脚掌 你骗求对方称恨心 你发现 在这所有的身体部位 都寻求不可得啊 你会发现 发现到这种情况 再来 除了这样子来思维说 称恨心求不可得之外 所以 对方 拿棍子打你 首先棍子 你对他生气 不应该 再来 对于他人 的称恨心 动机 你想要对他发怒 也不应该 这两个都已经被取消掉 所以别人打你 你不该 起承恨心 第二种 别人用言语伤害你 这个时候你想想看 你说他的言语伤到我了 好 你真的有受伤吗 请你检查一下自己 别人用话语伤害你 你的头部受伤了没 你的身体受伤了没 你的四肢受伤了没 你的内脏受伤了没 你甚至可以到医院去做身体检查 看看哪个部位受伤 去验伤一下 看看哪个部位受伤 你会发现 哎呀 根本没有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受伤了 根本没有 所以如果说别人一句话并没有让你受伤 那你要称恨什么啊 你不应该称恨的啊 你本来就没有受伤啊 你要称恨什么呢 应该忍度啊 再来 你说对方讲话虽然没有伤到我的肉体 但是伤到我的心 好很简单 请把你受伤的那颗心拿出来 让大家安慰安慰你 你把心先拿出来 受伤的心先拿出来 看看 哎呀 你这时候马上就会发现 所谓一颗受伤的心 了不可得 是在心脏 在胸腔 在腹腔 还是在哪里啊 所谓受伤的心 到底在哪里啊 拿不出来啊 你会发现 拿不出来 所以 至此你应该要了解到 别人用话语伤害你 你也不应该生气 应该要修忍辱 所以过去是讲完了 现在是讲完了 接下来要讲解未来事 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要如此思维 哎呀 他现在伤害我 未来将因为 他伤害我 这个因啊 促使得他下辈子掉入三恶道 受无间的痛苦 今天 是我 害他起 称称心 害他 来伤害我 因为我这个人的存在 害他 来伤害我 害他 下辈子要堕入地狱 是我害了对方 哎 你这样想了之后 你就发现 对方这样子伤害我 我不但没有受伤 而且还害他下地狱 所以 他已经等着要下 已经等着要去 那个 尝受果报了 那你还 对他生气做什么呢 你还对他放不下吗 他都要去受果报了 所以 从刚才分析到现在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三事 都不应该让你 起 生气 起称称心 这三事 你全都应该修 忍度不容易才对啊 是不是啊 应该啊 所以以上 我从佛陀的经教告诉大家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保持不称恨 这就是制服对方 胜过对方之错 因为生气是比较容易的 不生气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从 过去现在 未来的这三部曲 教了对方 教了大家 该怎么修 忍入波罗蜜娜 好 好 我们再回来 这个看一下 不静观的部分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这个脑筋 可以思考很多事情 可是呢 就经不起一个 重重的一锤 或者是说 你从高处掉下来 只要撞到 哎呀 这个头脑啊 就不行了 你只要稍微震荡一下 它就变脑震荡 脑震荡 会让你 吃东西的时候想吐 吃任何东西都会吐 这是脑震荡 轻微脑震荡 就会这样 你脑中有淤血 就会这样 喝水 连喝水都要吐 这个时候 这个脑啊 就要挖两个洞 把血水啊 拿出来 把它取出 让血水流出来 这样子 你的身体 才可以恢复正常 所以你看 脑浆已经是很不静了 然后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我们发现 也都没办法 让身体正常运作 加上你看 脑啊 这个脑筋啊 在我们年老之后 会发生种种的不便 你看我们会发生痴呆 这个慢慢的这个脑筋退化会痴呆 到最后是怎么样呢 渐渐的连自己的亲人都记不起来 我记不起来 像我奶奶 现在问我奶奶 我是谁 她叫不出我的名字 不要说大吉法师叫不出来 就连我的俗家姓名 她也叫不出来了 她自己的儿子 我奶奶自己的大儿子 儿子 小儿子 种种 也不是分辨的很清楚 也都是乱称夫人 所以一个人老的时候 你看 这个脑筋啊 渐渐退化 所以还不赶紧 趁着年轻的时候 好好修行嘛 你说等退休再修 怎么来得及的啊 脑筋退化了 所以脑筋不进 脑筋一点点毛病 全身就出毛病 脑筋也不能够有痴呆 你看 这么多种种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这么多的不进 光是一个脑啊 就这么多的不进 大家思维之后呢 应当要趁早 趁着年轻 趁着这个记忆力还好的时候 赶紧用功 加紧用功 迈向成佛之道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